历史的尖峰时刻 陈峰的传奇人生 不朽的公安精神 他们是新习百姓的人民警察 说要几百个卖国的人头 他们是守护平安的忠诚卫士 案子错了 我拿脑袋试问 他们是利火锻造的铁血英号 我不报了 也是死 我报了他也是死 他们是坚守信念的共产党员 要咬住他 叮住他 不放 天网国庆特别节目 公安传奇 谢谢你们 大老人来送家了 爸爸 咱回家了 活得你也回家 这是2014年11月7日 晚上21点32分 中央电视台新闻专题节目的片段 就在节目播出的23个小时之前 新闻中的主角 58岁的拆奶英雄于尚清 因旧伤复发 抢救无效 去世 因为我们的福州开全国的会 我是他们第一项一场 大家祈礼 我们镜头前的这位老神 名叫刘欣 是公安部科技司原副司长 中国安全防范标准委员会特品专家 国家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专家组成员 他和去世的于尚清 是舒适多年的朋友和同行 他最猜忍在什么 那边 十一眼那边 最折磨他的 身上有那么多的碎片 没拿出来 一直造成火化 并认火化车后的 是尖骨灰 于尚清火化之后 一边剪玻璃片 剪出了一百多片玻璃片 这是根据拆弹英雄于尚清的经历 设置了一部纪实作品 你们都撤了 他真实在见了于尚清 拆除炸弹的立场 当拆到第十一颗炸弹时 爆炸发生了 爆炸导致于尚清右手拇指被炸断 食指被炸飞 整个右手掌被炸裂 爆炸碎片被帮入双眼晶体 身体受伤一百多处 经鉴定 他左眼失明 又失聪 右腿残疾 从那之后 他的身体里面就留下了一百多片 炸弹爆炸产生的碎片 十一年来 他只能靠药物压制体内的疼痛 这痛苦你可想而知 我们身体这边有唯一片玻璃 你能知识十几年吗 不可能 这于尚清的一百多片东西 在体内 只剩了那么多年 想象的话 他知道他来单独的结设是什么样 于尚清去世的两个月前 由于旧伤复发 他的身体急剧恶化 住进了北京的医院 2014年11月6日 晚10点30分 中因伤病严重 抢救无效而离世 为什么同行的历史 会让人如此悲痛 防暴安检 看似普通的字眼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特殊含义呢 1990年9月 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 在北京举行 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 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 来自亚奥理事会成员 37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 6500多人 参加了这届亚运会 中国派出了636名运动员 参加了全部27个项目 和两个表演项目的比赛 出亚奥理事会会会中的太阳 还以中国长城图案 组成了英文亚西亚的第一个字母 取名盼盼的中国大熊猫 被选定为本届亚运会的吉祥物 支持亚运会 奉献亚运会 参与亚运会 成了当时的主旋律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背后 刘欣正面对着巨大的风险 我们都在亚运村那边 亚运会那边 结果我们部里边打电话给我 赶快回复出来一趟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 下午 我说怎么了 跟我说一个重要情报 什么情报呢 要炸英东游泳馆 这个情报具体到什么地步呢 英东游泳馆是斜着 东南西北一个走向 进南门也叫东南门 进来之后往里走 第几个凶猫 凶猫肚子里边 恶安放上炸弹 刘欣 是任公安部科技局三处处长 1990年被抽调到亚运会安保小组 负责所有赛事的防暴安检工作 包括亚运村的那个驻地 还有比赛的场所 这叫场地检查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人员的检查 既包括国外来的运动员 国内国外的运动员的检查 也包括参加开幕式 观看比赛 进场的检查 还有一个物品的检查 为了保证亚运会的安全 当时 刘欣从全国各地公安机关 抽调了数十名防暴安检的骨干成员 组成了一支专门队伍 接到电话前 刘欣他们已经对英东游泳馆进行了全面检查 我们虽然实现安检过了 那时候到处都是胸毛 一样一会儿的胸毛特别多 当时我在 我们部里边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说第几个是胸毛吗 我说检查过没发现什么目的 咱也不干麻痹 回到英文游泳馆 从头到尾查 进刀那儿 他说的第一节位置 真是个胸毛 我这胸毛肚子里边会有东西吗 这个特别防暴检查 要处理不当 有死人的 蒋先进 公安部远副部长 他在年轻时曾被派到苏联学习 起点受过排暴训练 至今对自己练习拆弹的经历 记忆有心 我拿到一个炸弹过后 我在操作的时候 就看我的操作程序对不对 你搞不好他搞出这些小动作给你 有小蹦蹦 指头就烧伤了 眼睛甚至就烧伤了 因为我们的苏联专家老师跟我们讲 他的什么战友怎么就牺牲了 所以危险性很大 当时 蒋先进拆除的是一个简易教练弹 而这一次 刘欣面对的 是要毁坏比赛场馆 伤害现场人员的炸弹 这个熊包做得很大 比人还高的 你不敢动吗 不 反正正常情况 你得动手啊 你不动手 你看不见了 因为一点迫不及待了 按照亚运会赛程安排 明天 这里有一场重要的比赛 被称为跳雪皇后的高明 将出现在这里 迫不及待了 明天这跳雪比赛就会有的 正常进行还是不正常进行 你的表态啊 犯罪分子安放的炸弹 引爆方法多种多样 一不小心就会发生爆炸 如果这个隐形是水泥的 你这么一走 它们就接住 住店就流动了吗 有的它是什么气压的 你一拔不就出 反正知道危险性 所以扭心它是很清楚的 往往这时候对我们最难的 这等于在这个大型活动里边 拔最后一道管的一个手 锁断 所以这一关如果拔不住 出事就在后边就出事了 作为防暴安全专家 刘欣一直保持着 寄工作笔记的习惯 与一般人的日记不同 不论时间如何更替 时事如何变化 刘欣选用的都是这种 最常见的本子 脸书写工具 也是几十年一贯制的铅笔 枯燥的数据 简单的时间地点 极其简短的句式 构成了笔记的主要内容 三十多本笔记 诠释出了一种极致的简洁和专心 麻烦就出问题吧 干这活应该非常小心谨慎的 但有时候呢 稍少粗心一点 就出问题 这出问题不是像别的 出插头可以弥补 这种插头绝对不能出的 出了之后没法弥补 去年我们部里边 有位领导采访我的事也问 说你干那么多年 出没出过插头 我当时回答就是说 从来没出过插头 如果出过插头 我都不站在这了 肯定是这样 出插头以后就是一次性的 在刘欣的日记中 还刻画着一枚 结构奇特的炸弹 由于处置及时 炸弹没有发生作用 但是这个炸弹的结构图 却让刘欣研究了很久 刘欣认为只有越了解炸弹 排除炸弹时才越是安全 你比如说炸弹 碰到个炸弹 这个炸弹要把它从城里运到城外去 运到城外去处理 我经常给我们的学员讲 最好的办法 把炸弹抱在你的胸前 反正你要坐在车上 你即使离开它三米 离开它两米 没用 持一阵动发生爆炸 两米三米 给你紧抱着效果是一样 我不抱着它也是死 我抱着它也是死 我不如抱着它 微线气数更低一点 为什么抱到肚子上 减震 效果最好 抱着它微线气数更低一点 就是发生爆炸的可能性更小一些 这是早期 没有别的工具的时候 当然现在我们好了 用机器人了 用机器人把它弄过去 直接抱着它少了 但个别时候还会有 在流星看来 无论借助多么先进的仪器 最终决定防爆能否成功的 永远是肉体之躯 很大几百公斤的炸弹 我就坐在上面 为什么呢 后一步就是你来处理啊 你怎么处理它呢 你坐在这上 你看这过程当中 它怎么一个摇摆 怎么震动 摇摆震动过程当中 心里有底了 运到目的地之后 怎么处理 你心里边就踏实了 如果你不接触它 你很难到那以后 决定你怎么动手不动手 这很难 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 过硬的排爆技术 流星徒手打开了这个卡通熊猫 但越是检查 流星的心却悬得越高 不管怎么一天弄 冻在这边什么都没有 我说是不是位置错了 把那运动运往里边 所有的胸猫 一个个都扒拉开 什么都没有 把能看的底 能动的底 全部都动了 什么都没照出来 我说会不会在水底下 跳水 那个水 水吃得很深啊 实际上水很干净 从上面一看就能看到底 这里边有什么 没什么 为确保万无一事 流星对水下也进行了检查 当时有八个八几个潜水员 把那个水池的底下 从头倒一个摸一遍 底下光光的什么都没有 你要找出东西来呀 你心里反而踏实 找不出东西 更为难 我说找不到 是我们水平低 还是确实没有呢 在那个年代最大的一次 这个世界性的这种 举办的一个活动 所以在那种活动下 没有太多的借鉴的东西 而且当时有设备 什么都是不太先进的情况下 要完成这么一次 大的活动的一个安保 所以那时候也是心里很忐忑 我这样吧 比赛照常进行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如果场馆里隐藏着炸弹 后果不堪设想 比赛照常进行 那不是你国内的一个比赛 你查没查出东西 你根据什么理由 停止这次比赛呢 你讲不出理由来 你无拍板让领导拍板 领导能说吗 你什么掌也没用啊 谁不肯下这个结论呢 你干什么活的 你都要拍这个板 第二天按预定日程 比赛照常进行 中国运动员高敏夺得冠军 获得第一名的是我国拳手高敏 他的成绩是526.62分 我要去去上海出台 在飞机上正好碰到高敏 我说高敏你知道吗 你那个冠军呢 差一点给拿下来了 他不知道怎么 他怎么能拿下来的 我们当时差一点 要把那个比赛要取消 他说我都不知道 我问你要知道 你也跳出好多水平吗 为了让比赛正常进行 刘欣和他的团队 赛前做了大量工作 把一部分观众 引导到别的比赛场馆里边 游泳馆的所有的床都全部打开 把参观这次比赛的人 减少了二十分之一 我们都是站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如果地方出事 怎么解决后边这个问题 你都得做好这个准备 包括救护啊 包括灭火啊 最危险的位置 恰恰是给你自己 因为你干的就是这个活嘛 最终经过排查 刘欣他们排除了 英东游泳馆存在炸弹的可能 几十年防暴安全 刘欣积累了三十多本工作日记 日记中记录了一九九零年 北京亚运会安防工作的细节 计算中心要加强安保 进来了就不出去 一直到全部比赛结束 有些国家私人持枪是合法的 要加强携带物品的检查 场地太多 骨干人员要三班到 不同场地每人把一个关口 二十四小时值守 一九九零年 注重细节的刘欣 带领他调集来的队员 圆满完成了 北京亚运会的安防任务 对于我们文化大革命 以前毕业的 我是五十年代入党的 老党员 老毕业生 最重要一条就是说 领到分别的任务 绝对是一不容辞 分别什么任务就干什么任务 这历来都是这样的 从来没有含糊过 一九六四年 年轻的刘欣 从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 一九七二年 进入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前身的三二九工厂 第二年 从研究行政技术 改行钻研 防暴安检 到如今 已退休九年的他 一直在和防暴安检 打交道 被誉为 中国防暴安检第一人 刘欣的日记 记录了当初 他转行做防暴安检的经历 1973年8月18号 我国驻赞比亚大使馆 发生爆炸 孙燕同志被炸死 一名工作人员被炸伤 当时从日本寄到 中国书赞比亚大使馆 是四本书 像次典一样 很厚的书 四本书 外边包装上 孙燕同志 本来不是在赞比亚大使馆 搞收罚的 但是人家 搞收罚的一个同志 一个姓陈登同志 回国内休假 他等于说 帮着 回国内休假 这个同志 收罚文件 所以我一看 日本寄来的这一块东西 很重 不敢在房间打开 还是放在样台上 样台上有个平台 在样台上 这个办公楼的样台上打开 这样一剪开的时候 发生爆炸 孙燕同志 因为离这个炸弹比较近 被炸死了 事后发现 这是一个伪装成油包的炸弹 四本书 把其中的一本书 中间掏空了 掏空后里边装上炸药 里边是个松发的一个炸弹 外边用绳子绑上 你这个包只要不打开 没事 一剪开 里边松发爆炸装置 像老师家庭的弹簧弹起来 一弹起来发生爆炸 爆炸事件发生后 周恩来总理指示 要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由此 公安部329厂 在第六研究室 设立了防爆小组 刘欣是小组成员之一 小组的第一项任务是研究如何解除炸弹 按照周恩来的批示 公安的工作 技术工作要恢复 不光是我了 我这一批人 都是憋着一股的劲儿 一个当时年龄还比较年轻 第二个就在多年没干技术活 把技术活应该好好干一干 大家的工作的热情非常高 白天晚上都得加班 就要制作一批产品 能够对这些炸弹能够检查出来 当时在70年代的时候 对付这些爆炸装的对付炸弹 其中用的一级最多的其中就是 到现在还在用的X实现机 我去搞这些X实现机的 做了两个大的行业 一个行业的医疗企业 卫生部下管的医疗企业 中国当时跑遍了 过那医疗企业这个行业 第二个呢 一级部系统下边用的 工业碳商用的 也用了很多机器 直接把他们的一器也拿过来 在这几乎上我们自己在做 经过反复试验 刘欣和他的同事们 很快就研发出了 我国第一代安检设备 可当这批设备推出以后 刘欣却感觉身体出了问题 我们当时干组合的时候 天天和这一起打交道 接触的放置量比较大的 上楼你上不了 这个腿都卖不开了 晚上吃饭绝对不能吃饭 吃饭绝对身体量大了 这些在现场的时候 没任何防护 没法防护 虽然身体受到了损害 但刘欣他们研发的安检设备 很快就派上了大用场 1974年9月27日 刘欣他们研制的设备 落户北京首都机场 开启了我国机场安检的先河 而在此之前 我国的驻外使馆 早就收到了刘欣他们送出的 第一代防暴安检设备 对外交部要出国的人员 首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培训 你知道这些爆炸是怎么回事 炸药是怎么回事 有个基本的了解 第二个呢 搞了一个小型的展 爆炸品 还有一些图片 给外交部的东西看一看 炸弹是个什么样子 这些东西 外观围装成什么样子 也给他们看一看 70年代 刘欣他们研制出第一代 爆炸品的检查检测设备后 通过持续研发和不断创新 我国安检设备的品类 也逐渐丰富起来 在维护公共安全方面 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进入80年代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 中国开始吸引世界的目光 1984年 美国总统里根 来到了开放的中国 4月30日早上7点到机场 在总统专机到达前 我们先从机场去合资公司 在这里等到里根下车参观 我们再随车队去锦江 刘欣日记记录的是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时 到上海访问的片段 这时的刘欣是里根访华期间 防暴安检的主要负责人 到了4月30号 和5月1号在上海 上海这个活动 一天安排着19场活动 这场活动给下场活动紧来着 提前检查 做不到 怎么办 基本上就这样 我检查完这一场 里根应到了 他到的时候 中间怎么有点活动 要用点时间 里根这个时间 我们赶快跑到下一场 下一场查完了 他就到了 到了 他一开始到这个地方了 我们接着要进行第三场的案件 就是这么样 连出转的 所以这个时间特别紧 因为他到上海以后下了飞机 不是先去饭店 是先去 马路公社呢 再假订 然后又看了那个工厂里边 那个车间都能往那跑进去跑到饭店 跑饭店查的时候呢 16楼总统套房间的卫生间里边 发生报警 因为我们检查的时候呢 当时重点检查这两部分 一个呢有没有炸弹 第二个有没有放射性的东西 炸弹这个是没有了 查完了没有 卫生间里边 放射性报警 并且不是一般的报警 报警的信号很强 当时我认为我是不是一起有问题啊 我赶快又把一台备用的一起 当时放到一楼 一楼一楼又弄到16层 又符合这一遍 仍然是报警 这肯定有问题了 结果马上就确定了 哪一块砖有问题 地砖有问题 把这地砖拿下来之后 重新换了一块地砖 就不报警了 这说明这个地砖里边 像他们现在装修一样 瓷砖里边 有放射性 说这个呢 美国人印象很深 我说哎呦 我没想到 这地方住过那么多人 那是个老饭店啊 住那么多人 怎么从来 我过去没查过啊 你们李根总统来 这是我们的 对外宾的第一次检查 查出来 那当然很惊讶嘛 他认为你们中国的疫情不错 后来马上问他 这个疫情用的什么疫情啊 我说我们中国产的疫情 我要不去看看 当时没来去看 说后来包括老布什小布什 再到北京来的时候 每次都 哎 当时上海 那个检查 还得要进行 他说还有那个疫情 我说不用了 我说我们现在换到第三代了 当时是第一代疫情 现在体系重量更小了 领域度更高了 他能不能卖个疫情台 我说可以啊 马上把这个疫情厂的人叫来 当时朱布星联络出的 他们就买了两台 带到美国去了 1984年 李根访华 是中国在重大外室活动中 第一次启动全面安检 刘欣的负责和细致 不仅保证外国客人的安全 还赢得了国际同行的支持和信任 几十年来 刘欣一直在坚持做防暴安检的培训 国内他的弟子有三千多人 为了提高我国防暴安检的整体水平 刘欣还牵头组成了一个防暴安检专家小组 这是我国防暴安检核心成员和中坚力量 其中不少也是刘欣的学生 刘欣还一直在努力推进防暴安检领域的国际交流 这种做法推动了我国防暴安检技术的迅速提升 通过交流与合作 刘欣和很多外国同行结下了友谊 这是一位刘欣特别珍视的外国友人 在多次国际交流活动中 刘欣与桑塔克成了可以分享灵感的朋友 你对付的是炸弹我对付的也是炸弹 大家坐下来一谈 这不能说无穷无尽嘛 至少是能聊得起聊得来 这为什么很容易有共同语言呢 但是1988年12月 在英国小镇洛克比上空发生的空难 结束了一切 我为了洛克比空难这个事呢 国际上因为我开了四次会议 我参加三次 这个洛克比空难应该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这个炸弹在什么做呢 在德国做的 在组装炸弹时 恐怖分子使用了一台日本收入机 并安装了三套极其复杂的引爆装置 既可以到了高空以后空气吸薄了 由于空气的吸薄 把这个炸弹引爆 另外到关键的时刻也可以遥控引爆 第三个是定时引爆 这三个都可以用的引爆的方式 空难发生后 德国警方通过严密追查 找到了一个类似的爆炸装置 89年4月底 要在德国开国际的防爆案件技术交流会 德国警察就想着说 我拿到这个东西了 正好洛克比空难 我把他解剖 一步步撤出 撤出之后呢 开会的时候给各国来的代表要看 其中呢 我这个朋友三奈克呢 我们叫第一排爆手 我们现在就按照顺序下 第一排爆手 第二排爆手 其他的算辅助人员 帮忙呢 到了真正撤出炸弹的时候 第一排爆手的水平 情绪那是最关键的 其实三奈克呢 当时做得不错的 他们把里边雷管拿出来了 炸弹拿出来了 最后 十文鱼打开之后 就剩那个十文鱼的 那个喇叭 圆形的 一个盘子的喇叭 喇叭的中间呢 有一个螺丝钉 现在不正常 弄个螺丝刀就去 捅他 一捅就下了 上台就掉眼泪 一句话不说 我当时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的是 到去行李者 等行李者告诉我了 说 萨德克 萨德克 被找死了 虽然在不同的国家 但是大家的工作相同 大家的敌人相同 作为同行者 我们都是朋友 生命弥足珍贵 离别痛起内心 但刘欣却依然顾我 行动在防暴安全的第一线 太危险了 今天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人 等到明天突然这个家里你不在了 那是一种什么情景啊 我们干的行当呢 从来不愿意 给外边打什么交道 包括我们的亲属 应该这么说 到现在为止 我的亲手 我姐姐还在 我妹妹我弟弟在 他们到现在为止 不知道我干这 为什么呢 因为这工作是危险的 你告诉他们 让他们替你增下那么多 担心干什么 有必要吗 留心的老伴张贵寅 是一名烈士遗孤 二人以风雨通舟 五十年 我不知道我是行人过分吗 从自己内心里 就觉得我应该做呀 我应该报教国家呀 你国家 如果是像这个防暴的事 如果在大会堂 在大经的活动场所报一下 那是国际影响 那要是就是普通老百姓 给他们炸一下 这个家也就没了 他的父母 他的儿女怎么办呢 我是有体会的 所以我说 对这样工作我特支持 我都说了 我真是 我做一个领导 真是遗憾 该表彰的时候 没有表彰 倒退下来了 回过头看 这个同志是个很优秀的同志 因为他也不显霸 他也不说 但是他付出的劳动呢 承担了这任呢 那他自己才知道 数十年来 留心默默地把危险留给了自己 把安全奉献给了国家 社会和人民 当第一代安检仪器 从他的手中问世 当第一次民航安检活动 拉开帷幕 当重大外事活动 第一次全面实施安检 当一次次两会期间 忙碌于安检现场 他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着对生命的敬畏 对事业的初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